Hello,大家好,就说一下世界是一家,世界一家人。 啥吧,今天呢,我去学校的改简历的地方,改了一下我的简历。 嗯,就是说啥吧,嗯,那个人呢,他是服务于我们嘛,所以他其实他的服务已经很好了,可是呢,有的时候我们被服务的时候呢,会对比自己的期许。 嗯,当时呢,嗯,我会有一点就是,觉得不是很满意。 嗯,但是随后呢,在我去沃尔玛的路上,我就想到一件事情,就是啥吧。 之前呢,嗯,我已经学会就是家里的事情,就不去细想,就是家里的人嘛,家里人,嗯,互相做些什么,说些什么,就不重要嘛,就何必去太多关注那些呢,就没有必要。 那么,那么,其实呢,这件事情可以扩大到整个世界,就是,世界是一家人,就是,你在这个家,大家里边,嗯,就是,互相之间发生什么呀,嗯,什么言语呀, 其实呢,其实呢,都不重要,你也不需要去,嗯,去细想那些事情,那只会让你更纠结,所以呢,有一个,世界是一家的概念是很重要的,嗯,它能够让我们减少很多的烦恼, 你不需要把自己的世界变小,你需要把自己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大,嗯,你能把世界变大的原因呢,根本在于,嗯,你能够把自己的小家变大,然后把大家变更大,加油!